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 Dover Beach 另外一个是 The White Man's Burden 我们来看今天的讨论题目 第一题 Why do you think the speaker of Dover Beach mentions the pebbles that the waves begin and cease and then begin again to throw at the seashore? 你觉得为什么 Dover Beach的说话的人 他要提到海浪一次又一次甩来拍打着海岸那些小石子 提这东西干嘛 Pebble就是小石子小石头 Question 2 Do you think Dover Beach is a love poem? Why or why not? 你觉得这首诗是情诗吗? 可以这么觉得 Question 3 Do you think The White Man's Burden is a realistic portrayal of colonialism? Why or why not? 你觉得 White Man's Burden 这首诗 在呈现殖民主义 是实际的吗? 真正是这样吗? 然后又可以觉得 Question 4 Why do you think the White Man's Burden is written in iambic trimeter? 你觉得为什么这首诗它的葛律是一阳三部歌? 就是 ㄉ� pat,ㄉ dot,ㄉ 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葛律? Question 5 Do you think Dover Beach and The White Man's Burden are reacting to the same historical situation? Why or why not? 你觉得这两首诗 他们是在回应 同样的历史处境吗 又何以觉得 然后 Question 6 Pick a poem How can you tell that it was written in the Victorian era 选一首诗 如何判断 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 好 我们来分配一下题目 第一题给第五组 第五组员吗 第五组 好 有一个 good 所以你们第一题 第二题给第四组 有第四组吗 目前有个大陨石坑在那边 好 没关系 等一下 如果没有人的话 我来回答第二题 第三题给第三组 第四题给第二组 第五题给第一组 然后第六题给第七组 Hello 好 然后呢 第六组 你们也来做第二题好了 OK 好 给你们十分钟讨论 那个今天讨论完之后 我要介绍下一个文学时期 给你们十分钟论完之后 谢谢大家 特别一会儿 各位 我们下午 你们都会看到 我们下午 然后 在这一项 这连个月 要见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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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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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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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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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浪把那个小石子卷回来 然后又丢回去 有一种掏空的声音跟画面 所以本身就可以象征 这样的忧伤的情感 那另一方面 海浪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 这个过程是会一直会持续下去 所以这个悲伤的情感 不是一时的 而是永恒的 感觉是永无止境的 看不到出路 看不到结尾 大概这样的感觉吗 你们有想要补充吗 OK 所以是一个 有点就是 觉得 无力挽回的感觉吗 它无能为力 所以只好顺从 然后看说接下来人生怎么办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是看到 一个很烂的情况 想要力挽狂澜 这个是一个无能为力 一种哀叹 好 所以谢谢第五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在讲的这一段 是第九行 应该开给你们看 好 第九行这边 这个声音是 这个声音是 海浪把小石子 卷回来的声音 and fling 然后又扔过来 at their return return是 there是指海浪 所以海浪就是卷过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把小石子 扔回岸上 of the high strand strand这边是海岸 所以它不只是扔到岸上 而且是岸上高处 所以是一个很强力的 一个 一个 现象 begin 这个主词是那个声音 begin and cease 继续停止 and then begin again 所以 又有又没有 就是歇停歇停 一直重复 with tremulous cadence slow 它的步骤 步调是 站斗而缓慢的 and bring the eternal note of sadness in 伴随而来的是 永恒哀伤的 那个音符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组刚刚在讲的 声音本身很哀伤 然后呢 因为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 所以是一个永恒 感觉永无止境的 画面 我们来看第二题 Why do you think Dover Beach is a love poem? 这一题有交给两组 第四组觉得是 第二 不是 是第二组吗 第三组 第六组 对不起 第六组觉得不是 所以这有意思 我们可以分别听听他们的想法 第四组 第四组觉得 这是一首情诗 因为 到了后面 突然提到有情人出现了 然后呢 前面很哀伤 后面又转头向情人讲话 感觉就是 那个哀伤只是为了衬托那个爱情 那第六组恰恰觉得相反 他们觉得 那个情人不是重点 情人在诗里面 只是让诗人有一个理由 可以把内心的感慨讲出来 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对话 不是对话 听他讲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来看这首诗到底是怎么回事 The sea is calm tonight The tide is full The moon lies fair upon the straits Fair是美丽的意思 Straits这边是英伦海峡 On the French coast The light gleams and is gone 一闪而灭 The cliffs of England stand Glimmering and vast Out in the tranquil bay Tranquil是宁静的 然后背是海湾 背你应该知道了 我们之前看那个雪仙花那首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字 Come to the window Sweet is the night air Only 只是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反转 From the long line of spray Spray这边是指那个 海浪拍打上来的时候 喷上的水花 Where the sea meets the moon Blanched land 就在海 遇到陆地那边 然后那块陆地是由 月光照白的 Blanch是 褪色的意思 现在我们会讲脸色发白 会用Blanch这个字 所以他说这个 陆地是因为月亮 而变白 但是他用的字相当负面 Listen 然后下面我们刚刚看过 这位永恒悲伤的 那个海浪 掏空声音 15行 Sophocles long ago heard it on the Aegean 索福克里斯 这个是你们读西洋文学概念 读伊底帕斯王的剧作家 所以他说 几百年前这剧作家 就在爱琴海上 有听到这声音了 以及爱琴海 你们应该知道吧 爱琴海不是爱琴 是那个什么 那个钢琴的琴 对 就有听过这声音了 And it brought into his mind the turbid ebb and flow of human misery 而这声音也让他想起的 人类悲惨的 那个起起伏伏 We find also in the sound a thought Hearing it by this distant northern sea 而我们今天听到这声音 也有一股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下一个诗节跟你讲 The sea 这一行 接下来这三行 其实有点难 注释已经直接帮你解释的 在下面注释二 但我们还是可以直接先看一遍 The sea of faith was once too at the full 信仰之海 也曾经是满的 所以意思就是现在没有嘛 意思就是现在世界 好像缺乏信仰 At the full And round earth shore Lay like the folds of a bright girdle furled 这个这一句 就是比较难的地方 他是说 信仰之海 满的那个状态 曾经就像是围绕着陆地的海洋 然后他又把这个围绕陆地的海洋 比喻成一件衣服的 譬如说裙摆 摊开来那个样子 这可能要记得中世纪的时候 就是西欧人 就是把陆地看成世界中心嘛 然后周围都是海洋 所以意思是说 信仰围绕着我们 曾经是如此 24行 But now I only hear It's melancholy Long withdrawing war But now I only hear 忧郁漫长退缩的吼声 所以又连回上面海浪的声音 Retreating 后退 to the breath of the night wind 跟着夜风 一并退 Down the vast edges drear and naked shingles of the world 跟着夜风 一路沿着那个海滩 向海外退去 27行后面 drear 其实就是dreary Y结尾 阴暗的 阴丝阴暗的 或是你比喻成忧郁的 然后下一行 singles 就是那个 立滩上面那个历石 现在singles这个字 不会这样用的 我们现在会用在 那个屋顶的砖瓦 叫做singles 所以讲到这边 就是整个很忧郁嘛 听到海浪也很忧郁 吹到夜风也很忧郁 感觉世界没有了信仰了 他看着第一诗节 他看着对岸法国那边 也是灯光就灭了 也没了 象征意义非常浓厚 然后最后一诗节 Ah love Let us be true to one another To one another Ah 情人啊 我们彼此忠贞不二吧 For the world 因为这世界 Which seems to lie before us like a land of dreams 看似在我们眼前 像一片梦田展开 So various Zi如此多样 So beautiful So new Hath really neither joy nor love nor light Hath 是has 擁有 所以实际上呢 没有快乐 也没有爱 也没有光 Nor certitude Nor peace Nor help for pain 也没有确认 确信的东西 就是那个 确认的那个确信 也没有和平 也没有痛苦时的慰藉 通通都没有 And we are here As on a darkling plain 而我们呢 在这边像是 在一个昏暗的平原上 Swept with confused alarms of struggle and flight 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 所以他这边是把他跟情人 比喻成 Well 是不是他跟情人 他是把we 我们等一下讨论we是谁 他把we 比喻成 无知的军队在夜晚 这个 打起来 然后状况非常的混乱 confused alarms Alarm就是 明兵击鼓 那种战斗的那个 警声 of struggle and flight Struggle就是打嘛 Flight就是逃跑 谁打谁逃跑 分不出来 很混乱 所以打起来也很混乱 军队在干嘛也不知道 因为是无知的军队 然后在夜晚中 他把we 有可能是他跟情人 有可能是人们 有可能是英国人 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他把这个我们 比喻成这样的混乱的军队 所以回到问题 这首诗是情诗吗 我觉得两个答案都有可能 看你怎么看 如果你单纯是看 就是 内容的比例 有几行在讲爱情 有几行在讲其他东西的话 那应该不是情诗 但是如果你在想说 你要想一个画面 这个说话的人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话 他们看到如此的 忧郁悲观的 就是历史前程 他最后唯一 虽然他说没有慰藉 可是他唯一真正的慰藉 就是他转向他的情人 如果世界辜负了我们 如果历史辜负了我们 至少我们两人可以忠真不二 这首诗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这是诗人 唯一传送千古的一首好诗 写了很多诗 大部分现在人都不知道 只有那种专家知道 但这首诗是快知人口的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能够把历史跟 个人情感结合在一起 好 第四组或第六组 你们有要补充吗 OK好 那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首诗白人负担 是刻画殖民主义是写实的吗 这是第三组的题目 然后他们觉得很写实 因为一方面又 这个刻画白人的内心写照 他们为什么要从事殖民活动的那种 自以为高尚的理想 同时又有在治理行间 去刻画被殖民者的心态 不愿接受 一直反叛 然后也不领情 白人自以为给他们的好处 他们也都不愿意 就是譬如说表达感谢 不领情 那对于我们实际上 所知道的殖民活动 内容是很接近的 只是通常我们现在看待的方式 那个立场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比较不会去强调 殖民者自己的理念 我们都比较强调是被殖民者的受难 以及他们的反抗 跟争取自由的过程 但是两面都存在 所以如果我们从殖民者的角度 来看殖民活动的话 这首诗确实是蛮写实的 好谢谢 第三组你们要补充吗 好 第四题 这个是第二组 为什么要用三部一阳格 我念几行 让你们体验一下三部一阳格 就是一阳格嘛 所以是轻重轻重 然后每一行有三次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your new 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有听出那个节奏 那个格律 所以 刚刚有跟第二组讨论 为什么 这首诗要用这样的感觉呢 他们觉得 可能是要让听者 这个是写给白人读的 所以可能是要让听者或读者 拥有那种 使命感 可能诗人想要用这样的格律 去驱使读者或听者 愿意去从事殖民的任务 赴他一种任务感 甚至有人有 之前别人有讲过 这好像有一种行军的感觉 非常工整的格律 像我们刚刚读上一首 Dover Beach 它也是有格律的 但是不工整 很多行是不完整的 但是这首是非常工整 没有例外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 我们就 这等于是提醒我们说 一首诗不只是它内容 而且它的格律 你读起来的感觉 也是诗人想要 表达意思的一部分 我们平常也可以留意这一块 第二组你们有要补充吗 没有 好 我们来到第五题 这两首是在讲同样的历史情境吗 第一组刚刚跟他们讨论的时候 他们有提到 White Man's Burden 讲的是一个 十九世纪末 殖民者反扑 终于就是影响到英国人本人的意识了 这样的历史处境 那不知道第一组后来对Dover Beach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好像还好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带大家看第一首了 充满着忧伤 然后未来没有希望 然后整个英国 甚至整个人类都是在混乱中 不知道在干嘛 在乱打 感觉好像也是一种 跟进步史观的反扑 可能有关系嘛 人们以为 只要继续努力 然后继续殖民 然后科技继续前进 就一片美好的愿景 就在前面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 第31行那边 他说 人们看似一片美好的梦田 Land of Dreams 然后他下面说 通通都没有 没有爱 没有快乐 没有光 什么都没有 所以感觉有可能 也是遇到这样的历史处境 然后有感而发 所以Dover Beach这首 就是小则个人情感 宗则借务书 借景书情 然后大则 对于历史的忧虑 都表达在同一首 仅37行的一首诗里面 OK 然后再来就是第六题 第七组 刚刚跟我讨论的时候 他们选择讨论 white man's burden 然后他们有提到 就是什么殖民刚刚那些 但是他们也有提到 比如说功利主义 殖民者为什么要去殖民 英国人为什么要去殖民 其他地方 有一部分原因是要让人家进步 所谓的进步 所以他们也是 在寻求某一种效益 比如说 什么多少人去上学读书 多少人有工作 没有失业 这些可以量化的数据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另外第七组也有提到 其中有一点是 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 那他们看到的是 诗的第四行 给你们看一下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这边的 captive就是被殖民者 他是诗人是呼吁读者 去从事殖民活动 来服务被殖民者 但是他这边称被殖民者 叫Captive 俘虏 所以这个就让第七组 想到 世界博览会 不只是在展示 最新科技发明 他也是在展示 帝国各地的 西征宝物 以及 有代表性的人民 有时候 通常不会用榜的啦 但是通常就是会 柔性邀请来参加 然后 这个劝他们来什么 向英国人分享他们的文化什么的 但其实 人家拿着枪子 邀请你来 基本上你就不得不来 所以确实是有俘虏的意味 所以从这两点 已经可以说是 维六里亚时期的诗作了 那细部的话 我们下一节课来仔细读这首诗 但是在休息之前 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报告一下 就是 下礼拜 第六节 不是 第七节 系上会派人来 这边 录一小段 宣传招生影片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配合两件事情 一就是 下礼拜第七节 请先不要落跑 至少等摄影师走了 你们再走 然后 第二件事情是 因为是 像高中生宣传影片 所以 要用英文 所以就是 第七节 左右 我会用 改用英文上课 那到时候 我其他班的做法也是这样的 用英文上课的话 我会开 teams 然后会用teams的 要签到可以在这边签 可以在这边签 可以在这边签 是 лег不可 他想得到 那么 用英文上课 听信念 经历 讲 词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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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这首诗意就是you breed这边是养育的意思 就是把你们养育起来的最好的人送出去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把你们的儿子驱逐出去到国外 来服侍你们俘虏的人的需求 整首诗的精神就在这里 白人最好的儿子送出去 去服侍被殖民者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这个带着披着缰绳吧 把这些服务的白人比喻成马 披着缰绳 to wait on someone就是服侍的意思 他拆成两行 所以去服侍虚无飘毛而狂野的人 民族 folk是民族 flutter 我们今天会讲就是什么花瓣啦 或是有恋爱的感觉心乱跳啦 这个单字就是飘渺 虚无飘渺 他这个剧情是把形容词拆成两边 fluttered and wild folk 才是人形 就是这些虚无飘渺 就是那种心不定而狂野的民族 your new caught sullen peoples 你们心俘虏到的这些郁郁寡欢的人民 people通常是人的负数 但是他本身也是民族的单数 所以peoples是民族负数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把这些被殖民者比喻成 一半魔鬼一半孩童 总之就不是人嘛 要不然就是对你捣蛋 要不然就是不受管教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impatience to abide 我们上一次有看到abide 就是留下来 所以带着容忍之心 耐心留下来 to veil the threat of terror 把这个恐惧的威胁 遮掩住 veel是面纱 这边动词就是遮掩住 and check the show of pride check是意志住的意思 有时候现在还是会用到 所以这两行的意思就是 你是殖民者 你可以对被殖民者造成恐惧 但是诗是劝你呢 把这个部分掩藏起来 你是白人 你比较高贵 你可以 以自己为好 但是诗人劝你 把这个自傲的感觉 意志住 不要外显 13行 by open speech and simple a hundred times made plain to seek another's profit and work another's gain 用开放而简单的言辞 要 一而再 再而三 上百遍的 直白的说 你来这边 是为了寻求他人的利处 是为了他人的好处而努力 所以这边 我们看14行 a hundred 英国人以前 这好像上次讲过嘛 以前是看 第一个字母 h的话 他们之前是把它当做母音 但是我们现在 要用r还是n 是看发音 那hundred h 有这个音发出来是子音 所以现在会说 a hundred 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比较 旧一点的学者 他们讲history 他们会说unhistory 也是这个原因 十五行后面 profit是利益 不一定是钱 任何利益都可以 下一个诗节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所以又有一部分的负担呢 是要为了和平 去打凶狠的战争 但他这边讲的战争 是跟当地人打仗 不是为了保护当地人 是为了屈服当地人 savage人们是野蛮的 所以是跟野蛮人打仗 他就称为野蛮战争 当然是他口中的野蛮人 fill full the mouth of famine 饥荒 and bid the sickness cease 让疾病结束 所以这边就开始讲 就是文明的好处 什么 藉由征服而让战争停止 然后可以杜绝饥荒 可以杜绝疾病 and when your goal is nearest the end for others sought 当你的目标快要得到了 就是你为了他人 在寻求的那个目标 watch sloth and heathen folly bring all your hope to naught 眼睁睁睁看着懒惰和野蛮人的愚蠢 让你的所有的希望都灰飞烟灭 not就是nothing的意思 然后把希望变得什么都没了 heathen我刚刚翻成野蛮人 他真正的意思是不信基督教的人 那个时候西方人觉得就是信教才是文明人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no tawdry rule of kings 这个负担并不是 国王的统治 那么的丑陋的这样的事情 tawdry是 叫什么 没有品味的 丑陋的 所以没有那么裸露的权利 but反而是 toil of surf and sweeper 是电农和扫街人的努力 是这样的一种统治 the tale of common things 所以重点不是 国王统治阶级怎么样 而是一般的状况怎么样 common这边跟国王有反称 因为一般人 就是非王族的人 英文叫做commoner ER 所以26行提到国王 28行提到common的事情 这是刻意的对照 好 所以帮人家努力 下面开始举例了 the ports ye shall not enter 你不得进入的港口 the roads ye shall not tread 你不得踩上去的马路 踏上去的马路 go make them with your living 用你的活人去建造起来 and mark them with your dead 用你的死人在上面做标记 就是一生都奉献去建造这一些 所谓的文明设施 整个人生都奉献掉了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and reap his old reward 坚持这负担得到的收获 就是那老样子 the blame of those ye better 你让他改善那些人 对你的责难 better 这边是动词 让他变得更好的意思 the hate of those ye guard 你守护那些人 对你的仇恨 the cry of hosts see humor us slowly toward the light 然后还有一个收获是 那些人群 就是你辛辛苦苦 慢慢带向光明的那些人群 对你的呐喊 why brought ye us from bondage our loved Egyptian night 为什么要把我们解放 我们如此爱我们的奴役 这个状态 我们写几个单字好了 cry 是呐喊 host 人们的意思是军团 那这边就是比喻 就是很多人 一群人 humor 当动词 现在也会 英文现在有个片语叫humor me 就是你就陪陪我吧 就是听我 至少让我讲一下嘛 有一种 呃 像是带小孩那种感觉 小孩想干嘛 你就让他玩耍 也无关紧要 所以他这边 to humor toward the light 就是表面上感觉就是好吧 你想干嘛就干嘛 随便你 但是 呃 其实是在慢慢的把人家带向光明去 是这样奴隶的殖民过程 但是这些人却反过来对你呐喊说 呃 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奴役制度 奴役性奴役制度带出来呢 为什么要解放我们呢 bondage 是受束缚 受奴役 受奴役 然后Egyptian night 这边他是用圣经典故 呃 就是圣经里面 犹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被 埃及 奴役 然后呢 呃 上帝就派一个先知下去 然后 应该是 摩西吧 派摩西下去 呃 把犹太人带走 这个就是那个 摩西分红海的故事 就从这边来了 就是 呃 逃跑的过程中 遇到红海了 感觉好像没有退路 上帝就跟他说 你把双手一打开 我帮你把海分两边 然后摩西的双手就 一打开 然后海就分两边了 然后犹太人赶快跑过去 然后跑过去 埃及军队正在后面追的时候呢 海就淹过来 然后把埃及人淹过去了 但是这过程中 因为很辛苦 后来离开埃及之后 在沙漠里面晃了四十年 所以开始有一些犹太人 对摩西抱怨说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不如继续当埃及奴隶 至少还有饭吃 至少不会这个 受沙漠的折磨 所以他是用这个典故 呃 那当然过了四十年 晃来晃去之后 上帝终于让他们进入 所谓应许之地 所以最后结果是好的 所以以结果论的话 有这样抱怨的人 他们是 没有文明性的 没有起名的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ye dare not stoop to less 你身为高尚的白人 你不得不肩负以上 我讲的这些东西 你胆敢 区就去做 去接受更 他这边就是把服务当作一种高尚精神嘛 所以你服务越少 你的精神越不高尚 所以stoop to less 就是 stoop是区就 那这边的less 一方面是做的事情比较少 另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地位变低 地位变低 对 nor call too loud on freedom to cloak your weariness 你也不会 你也不胆敢 以自由之名 来掩饰你的疲劳 cloak是 你知道什么 像那个斗篷 想起来斗篷 cloak是斗篷 这边当动词就是 遮掩过去 装饰过去 掩饰过去 对不起 by all you cry or whisper by all you leave or do 看你所有的呐喊与喃喃自语 看你所有不做或去做的事 leave这边就是do的相反 为什么请假叫做take leave 因为你要请的是不做的权利 所以看你 讲的话跟做的事呢 the silent sullen peoples shall weigh your gods and you 那些沉默 欲与寡欢的人民 就是被殖民者 会拿这些东西 来衡量你的神 跟你本人 所以不只是 殖民者本人 他这边的意思是说 你的行为跟你的言行 同时也代表着 我们的文明 我们的宗教 对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have done with childish days 把以前玩耍的日子放在后面吧 the lightly proffered laurel the easy ungrudged praise 孩童时期轻易得到的赞赏 跟轻易得到的成就 我翻译的时候顺序翻反了 轻易得到的成就 跟这个轻易不被人震恨的那些赞赏 通通都要放掉了 已经不复存在了 proffered就是offered的意思 提供的 laurel是贵冠 就是一种成就 下一行grudge ungrudged grudge是一种震恨 就是譬如说 觉得应该是我啦 怎么会是他得奖呢 所以ungrudge 就是没有人对你有这样的震恨的感觉 这些东西通通不复存在 要放一遍去 最后四行是倒桩 我先念一遍 然后再帮你那个还原 comes now to search your manhood through all the thankless years cold-edged with dear-bought wisdom the judgment of your peers 所以这一行是从这边开始 主持在最后面 你同才的评论 现在要来了 来质疑 search 这边是质疑的意思 来质疑你的男性气概 也就是你这些无怨无悔 这些年的服务 展现的那个男性气概 而他们的质疑 带着冰冷 他们的那个叫什么 评论 是冰冷的 而且带着就是 今年累月的经验的智慧 dear-bought是昂贵的 dear是贵的意思 那这边讲的不是钱吗 这边讲的是人生经历 付出很多 所以整种事下来 你想要为被殖民者做好事 帮他们盖什么港口马路 一 你不能把你本人比较高尚的性格 展现给他们看 二 你帮他们什么止恶 治病什么的 他们也不理你 甚至把你做的事情都破坏掉 你一生奉献给他们 你人死的 他们也不领情 你把他们解放了 他们也不要 你自己也不能去抱怨 因为他们也会用那个来批判你跟你的文明 最后你真的都做到了 连你的同侪都还是要评论你的行为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 就是得不偿失的一个殖民任务 但是诗人 表面上还是希望 读者去从事这样的殖民行为 他觉得无论如何 本身是一个值得做的高尚的事情 不过就像第一组讲的 以及就像第七组讲的 虽然诗人是要 吹捧殖民主义 但是讲的竟是负面的 他不是要用理性来 这个 说服读者 他等于是 那种 有一种受迫害情节吗 就是情况越糟我越是要做下去 这越有使命感 所以他确实 我们也可以说 他反映的是一种帝国的反扑 他愿意去 直接点出 甚至去面对受殖民者的 不情愿 以及反抗 我们可以说 说话的人顽固不宁吧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还是觉得殖民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这首诗你们要提问吗 没有的话 我们来看下一个世纪 就是我们这学期 最后一个文学时期 他现在 课本还是称之为20世纪 但是 1980年之后 开始有学者认为 应该给一个新的年代名称 只是说新的年代名称会叫什么呢 目前莫中一世 所以为了教学起见 我们还是维持 他的名称叫20世纪 但是 讲义一路编到 我最后一项是2007年 很明显 应该已经超出20世纪了 有人说新的世纪 应该叫什么 当代文学 有人说应该叫 二战后文学 有人说应该叫做 911事件后文学 莫中一世 我们就全部称之为20世纪 20世纪 想必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科学跟科技进步的时代 所以第一个重要事件 就是1903年 莱特兄弟终于让飞机飞起来了 这个重要性我想应该不用太强调吧 以前要搭船 现在可以搭飞机 而且飞机一开始是昂贵的活动 所以也是一种阶级区分的方式 他同时也开启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 1913年 佛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英文出版 他原文 德文是1900年就出版了 隔了13年 但我们上英国文学 所以我们讲的是英文版 梦的解析是一项创举 虽然现在一般人觉得 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他是 这个作品是第一个 试图用感觉蛮科学的方法 去解析人们的内心 以及他称之为无意识的东西 以前有过哲学家思想 他觉得说人的思想 不会只有表面上的那一套 一定还有第二个层次或什么的 但是佛洛伊德是第一个 以系统性的方式去检验这一块 佛洛伊德 我要讲的话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等一下看有时间还多的话 我再回头讲一下好了 然后同时他也开启了 所谓的精神分析 现在还是存在 虽然跟佛洛伊德当年 做的方式差蛮多 但是现在还是有 所谓的精神分析师 还是有这个领域 1914年一战开打 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不是真的全世界了 尤其他打到1918年 1917年左右开始 陆陆续续有全球的一些殖民地 资源也被拿进来 或是有些殖民地趁机 就是宣布独立什么 开始比较有世界性 但是终究还是以欧洲为中心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周 去读英国的一战诗作 是蛮感动人的诗 而且20世纪有一个好处 就是语言大部分 比较接近现代英文 应该比较好懂一点 应该这样讲 语言比较好懂 可是语言想表达的东西 不一定 1915年 James Fraser的书 The Golden Bell 经之差 经差之 最终版本问世 这本书很厚 一千多页 经过很多版本修订 这本书是集结西方文明史 尤其是上古时期 所有的神话故事 包含各式各样的变化 各式各样的版本 欧洲不同地区的神话故事 全部都放进来了 但它不是百科书 它不是百科全书 它是把这些神话故事 全部集结起来 编成好像是同一支的神话的不同分支 这本书的重要性 现在不是它的历史意义 而是它对于当时文人的启发 因为一旦把我们说文明无意识的神话 跟一些文化思想脉络 带到光明之中 让人可以检视的时候 文人就可以拿来使用 这些故事就不再是什么 考古学发现一些碎片而已 不只是口耳相传而已 有真的就是故事可以检视 可以拿来取用 这就开启了现代主义文学的 重点的主题之一 现代主义文学有很多人数 其中一个人数是取材制 金叉之里面这些神话 但他不只是去重讲这些神话 像我们读田尼逊的那个尤里希斯 他等于是把故事设在 那个荷马史诗那个年代 但现代主义不是 他们等于是把神话的元素和结构 拿来讲现代人的故事 所以modernism 现代主义 这边提的四个作家 Ezra Pound是诗人 他就很喜欢拿以前的神话 甚至有些东方神话 他虽然看不懂中文 但是他有翻译长甘形 他跟一个看得懂中文的人合意 就是那个人把它翻成英文 然后他再把英文论识变成诗 其实读起来也是蛮好看的 虽然跟原文差蛮多 他就是很也是取材制古典 跟上古文化这样的精神 下一个TS Elliot 艾略特 他的诗作 尤其早期诗作 以监色难懂为主 他就是会整首诗 全部都取材 各式各样不同的传说跟神话 然后他不告诉你在讲什么 他等于是说 你一定要懂这些神话 你才看得懂我在讲什么 那幸好现在有学者帮我们下注释 我们看得懂 不然当时的人都是姆萨萨 我们下周会读一首他的诗 我们会读一首他好懂的诗 趁机介绍一下好了 我们下周再读一首诗 叫做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他讲的就是一个 感觉像是一个中产阶级 一般上班族 甚至有点半突那种中年男性 当他新生恋爱的时候 他在现代社会里面 如何无法表达出来 他的懦弱 跟他的犹豫 这样的故事 所以讲的是一个现代人的故事 可是里面很多典故跟写法 都是有影射一些神话跟传说 下一个James Joyce 乔埃斯 下面还会再提一遍 他是爱尔兰作家 小说家 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 但是被认为是20世纪 最重要的小说家 没有之一 原因是因为 他第一本书是短篇小说集 加起来的话 有人说 这本书的短篇小说 加起来等于是终结了 英文的短篇小说的可能性 是这么厉害 我们之后会 有一周读一篇 他的短篇 他第二本书叫尤里希斯 again又是河马的 但是这次讲的不是 尤里希斯的故事 讲的是一个 爱尔兰都柏林 现代人的故事 但是每一个章节 这是长篇小说 每一个章节 好像都符合奥德塞 某一章节的 那个漂流的 遇到的奇闻意识 不但如此 每一个章节 也同时对应 英国文学史 某一个时期的文风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立志要让 一百年之后的学者 都还在钻研 这本小说的 意思跟典故 事实上 他有点低估自己的能力的 现在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乔埃斯研究 还是一个热门的学术领域 他的第三本书是天书 没人看得懂 说真的 他等于是重新打造了 英文语言 单字也是重新设计过 他可以同一个单字 包含五种不同典故 这个我就不拿来下你们了 虽然我家里有一本 我买的 但也是看不懂 然后第四个作家 沃尔夫 Virginia Wolf 他是 也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 也是使用一个 我们说意识流的写法 就是他不只是呈现人物在干嘛 而且直接进入人物的脑袋 不加修饰的人文 呈现他的想法 所以最简单的例子是 譬如说一般小时候 你们会看到人 会写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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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said 他说这句话 但是意识流里面呢 你不会看到他说 或是他想 或是甚至描述身体的动作 都没有 单纯都是想法 一个想法接一个想法 接一个想法下去 这个当时 甚至现在 还是有很多人觉得 是一个非常有 尝试性的写法 是有实验性的写法 乔尔夫也有写 乔尔夫写的比较难懂 要看你看哪一本小说 沃尔夫早期的意识流比较好懂 但乔尔夫 算了 乔尔夫没人看得懂 现代主义的标榜之一 就是难读 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要寻求 真正有热忱 有兴趣的读者 他不是为了讨好一般大众 甚至要排斥一般大众 所以下一行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就是这个意识流 直接呈现人物的思想 前面 free verse verse liber 这是从法文来的 verse liber 我不会发文 自由诗 中文叫做新诗 不虚格律的诗 我们今天看dover beach 虽然它是不公整格律 但是格律还在 随便读几行 你就听得出来 Upon the straits On the French coast The light gleams and is gone The cliffs of England stand Glimmering and vast Out in the tranquil bay 还是有那个 义跟阳 两种阴调 但是新诗呢 完全不用守任何的规定 规则 只不过 没有规则的诗最难写 因为你没有一个框架 你不知如何下手 新诗 还是有 有叫什么 压身压韵 格律 易阳 但是它只是不合规则 反过来说 一旦真的有看出 好像有一些部分 蛮符合规则的 这就是刻意设计 这也是诗人 想表意的工具之一 所以我们20世纪 读的诗作 有一些会有格律 但是有一些不会有 不会有公整的规律 1918年 英国女性终于得到投票权了 1918年这一年不是巧合 一战打到后来 不但男人都死光了 而且还流行 文艺 西班牙流感 就是有人说流感死的人 比战争死的人还多 所以人口大缺 工厂缺人 工作岗位缺人 这就是女性可以抬头的契机 她们运用新的经济能量 去要挟 终于得到了投票权 前几年 凯丽莫里根有演一部电影 叫做Suffer Jet 就在讲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故事 那个时候不是和平抗议 是那种自制炸弹那种抗议 但终究还是有得到 1922年BBC成立 BBC原本是广播公司 是收音机那种广播 电视还没有发明 但这个是首次有国家单位 站出来用大众媒体 让全国甚至整个帝国 只要收听到的地方 都有一种联系 真的有一种全国一同的感觉 这很重要 因为1922年爱尔兰独立了 被英国殖民超过100年 终于在1922年爱尔兰共和国独立了 圣北爱还是英国的一部分 至今也是 下面1998年 下面有一个叫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Ends Irish Civil Strife 从1922年爱尔兰独立 一直到1998年之间 一直有革命分子 施行恐怖攻击 试图要挟英国把北爱也解放 所以长达几乎要80年的时间 北爱尔兰是一个 就是蛮危险的地方 我等一下到1998年那边 我再细讲 但重点就是虽然独立的 但没有和平 但爱尔兰因此呢 也占据英国历史的重要地位 它的文学也变得文明 Irish Literature 几个重要的作家 William Butler Yeats 也算是一个现代主义诗人 他的诗的现代主义 主要是 不是难懂 是神话的部分 而且他不是取材 故有神话 他是自己发明一套神话 乔埃斯也是爱尔兰人 他的故事都设在都柏林 然后Samuel Beckett 贝克特 就是等待果陀的作者 他也是爱尔兰人 但是他自称不如乔埃斯 乔埃斯写了他的作品之后 贝克特觉得英文已经没有可能性了 他改用法文创作 我们现在读到贝克特英文版作品 人文全部都是法文 他的作品以荒谬 荒诞 无礼 尤其以剧作品 戏剧作品为主 等待果头 你如果去读的话 其实蛮好笑的 如果你喜欢无礼头的荒谬的喜剧的话 是蛮好笑的 1929年大萧条开始 就是美国华尔街股市大跌 有人开始跳楼 全球大萧条 与此开始 这个时候很多文学作品 走社会写实主义 努力呈现一般人的辛苦日子 试图唤起有钱阶级跟政府的联名之心 提出一些救济政策 小楼师傅提出了很多救济政策 但是历史学家今天是觉得 真正结束大萧条时代的 不是政府的救济政策 是二战的开打 启动了工业经济活动 等一下会讲到二战 1936年 BBC开始定期播放电视节目 1936年同一年 西班牙内战开打 西班牙内战 有点像是欧洲的中日战争 意思是说 这个是世界大战的序幕 通常亚洲这边我们会说 1937年中日战争开打 然后1939年才正式变成 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因为1939年日本好像是加入 那个同盟 不是同盟 周星国的联盟 或是什么的 Anyway 1936年 西班牙内战 一方面是共和派 一方面是 Franco的独裁政权 很不幸的独裁政权获胜 他一旦获胜 他是法西斯主义的 一旦获胜就跟 意大利和德国联盟 也变成周星国的一部分 然后1939年二战开打 打到1945年 中间很多历史事件 我想你们高中历史都读过 我们都去不讲 1947年 趁英国二战打完 还很弱的时候 无暇顾及帝国的状况 印度宣布独立 印度跟巴基斯坦宣布独立 巴基斯坦当时包含孟加拉 如果你们还记得世界地图的话 印度在这中间 左边是巴基斯坦 右边是孟加拉 当时左右是同一国 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国内的资源分布不均 然后政府偏袒的关系 后来孟加拉也宣布独立了 那他这两个大国家宣布独立 开启了英国帝国的瓦解 各地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 这个过程叫decolonization 去殖民化 那虽然独立的 但是经济的联系 还是联系着英国的产业跟经济体 所以不是完全切割 后来变成基于人道的 以及历史的责任 殖民国家常常会援助 以前的被殖民国家 英国也是 尤其这些殖民地 现在都讲英文 所以如果想要有更好的发展 国内资源机会不够多 他们就会想去英国 所以这也开启了 全球向英国移民的浪潮 Immigration to the UK 现在也是 你如果真的去英国 当然还是有白人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 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去殖民化 然后呢 所谓的边陲国家 渐渐朝向中心国家移民 这也开启了 英国文学的后殖民文学 殖民经验之后 这些曾经被殖民的民族 所写的文学 然后很多都是关怀 这种文化议题 还有就是殖民经验 连结全球政治问题 的这些文学作品 我们之后也会读几篇 1968年 戏剧审查禁令 终于取消了 很晚 这个是 莎士比亚过世后 没几年开始的审查禁令 一直到1968年才解封 原本是要把所有戏剧作品 先送政府审查 政府才批准 你可以扳演 或是不能扳演 所以1968年 一旦这个解除之后呢 瞬间就有一堆女性剧作家 也尝试写戏剧作品 可见当时审查制度 是有偏见的 1968年同时也是西方世界 甚至不止西方世界 反文化运动的高潮 1968年那一年 有反越战啦 然后法国的反政府 抗议罢工啊 各式各样的活动 英国也有 莫名其妙那一年 就是整个西方世界 都掀起一股反文化浪潮 从那个时候开始 英国跟西方文学 有一个反政府 跟叛逆性格的一个脉络出现了 越战之前 西方世界都把美国视为好人 世界警察嘛 可是越战的执行方式 以及战争的结果 就是美国必须要退出 中间有什么很多屠杀事件啦 焚烧丛林啊 什么的 各式各样的违反 人道主义的战争方式 让一般人发现 即使是善意的 没有正式名分的殖民 只是一个经济霸权 跟一个军事 我们说照顾好了 本身也隐含着暴力的可能 以及不公不义的可能 所以从此之后 一般西方人也开始 对政府一直保持一个 质疑的态度 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 有时候也会看到一点点 但是没有西方那么严重 你在比如说你去美国 你如果要骂人的话 其中一个侮辱的名词是FED 联邦警察人 这是骂人的话 就是从这边开始的 警察的各种恶劣行为 我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等一下有空 我回过头来再讲一下 1989年Tim Berners-Lee invents the internet World Wide Web 1989年发明网机网路 他不是凭空发明 这个原本是7、80年代 美国军队内部在使用的网路 Tim Berners-Lee 他发明的是HTTP这个科技 就是一个所有网路 包含大学网路 通用的对话语言 从此把各式各样的网路 连起来了 所以形成的是全球网路 1991年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这个当然也带起很多 很大的国际政治变化 包含前苏联国家 如何融入西方政经体系 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军事霸权 然后连续十年的 强调全球化跟世界贸易 而同时等于是忽视着 其他的利益 比如说环保利益 穷人利益 工人利益 1998年 Good Friday Agreement Good Friday是一个 天主教的节庆 那就是在那一天 南北爱尔兰 不是南爱尔兰 爱尔兰共和国 跟北爱尔兰政府 达成协议 结束那个恐怖攻击的 呃 现象吧 系列现象 他们达成的协议是这样子 虽然国家还是分裂的 但是我们不会去执行那个国界的部分 人民跟物流自由通行 所以虽然名义上是两个国家 但是实际上岛屿是畅通无阻的 爱尔兰这个岛屿 所以这个责中方案终而让那个独立分子 他们愿意接受 这也是为什么脱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一 因为爱尔兰是欧盟国 英国不是 所以理论上 所以理论上一旦英国退出欧盟 他不再受申根条约的那个受益 他就跟欧洲国家之间的国界 必须要要管制 那其中一部分的国界就是 爱尔兰跟北爱尔兰之间的国界 所以这个也是 脱欧之后让人很紧张的一个部分 到底会跟爱尔兰如何去谈判达成一个协议 毕竟1998年到现在没有很久 20年而已 不到20年 对20年 处置不好 2001年 恐怖分子攻击世界贸易中心 纽约那个 911事件 我们是上英国文学 但是经过全球化之后 大型的历史事件 英国也不免受影响 911事件之后 美国第一件事情是打阿富汗 第二件事情是打伊拉克 阿富汗的部分 全球国家都蛮支持的 因为毕竟就是恐怖分子 就是从那边发动攻击的 但是伊拉克的部分 缺乏证据 大部分国家反对 对伊拉克 03年伊拉克战争的抗议是全球抗议行动里面破纪录人最多的抗议行动 但是英国例外 英国从头到尾 政府都支持美国 跟着进攻伊拉克 这也是英国人 这也是英国人本世纪 这个最敢羞耻的国际事件之一 所以刚刚也会提到 有些人觉得 21世纪文学应该叫911后文学 这也是个原因 04年 Zuckerberg Invent Facebook 开启了社群媒体的时代 这也深深对文学有影响 因为现在你不用出版 你也可以写一些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对于短诗 也是一个新的散播管道 现在社群媒体上面 常常会看到人分享新的诗 旧的诗 人们要买诗集 或者是你真的要去找一些诗刊 才读得到的诗 现在社群媒体上遍布都是 然后也让很多人 重新接触 真的令人感动的诗作 而不是要在教室里面 老是强迫你读的那些诗作 像这本课一样 然后07年 Netflix Begin Streaming 网飞在07年之前已经存在 他原本是出租DVD公司 你跟他 你跟他就是说 你要租这个电影 然后他邮寄给你 然后你过一个月之后 要邮寄回去 07年开始 他就网路串流 开启了串流 这个作品的时期 所以这个消费模式 从一个需要有一个具体的物品 在手上 不管是买的还是租的 变成你可以借用 跟公司借用使用权利 用完之后 你手上什么都没有 你只留下一个体验 那串流平台的商业模式 最近有遭受质疑 然后好像有个趋势 是各种串流平台的竞争之下 会变成 不同公司会分 就是变成各自的 有线电视公司一样 就是自己拥有一些节目 跟平台 跟那个电影 然后你要看他们的 你就要去买他们的服务 你要看那家的买那家的服务 等于是你等于要订购 很多不同的 有线电视公司一样 总之科技的变化 日新月异啊 这边只能写一些 比较大的变化 那当然串流也对文学有影响啊 因为文学 如果我说文学包含电影的话 电影的消费模式 从电影院变成在家里消费 甚至就是戏剧 从一个八点档为主 变成一个 所以就是高级影集为主 的消费模式变化 甚至于西方世界的人 也逐渐对于其他地区的作品 开始有兴趣 因为容易接触 容易串流 片商不再需要担心 有没有足够的市场 而是以个人为市场 所以比如说 今年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 是一部印度动作片叫RRR 听说是就是精彩程度 远胜好莱坞能够上演的一些动作片 桥段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然后当然还有去年的那个 鱿鱼游戏也是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世纪 早期的部分 它有一种回眸 回顾的那个现象 看向上古中古时期的神话传说 然后排斥一般的独宗 大众文化的层面 但是越到后面 越去接纳大众文化 甚至于大众文化 尤其是移民朝 后殖民的文化 也变成一种主流 然后最后1968年 反文化运动 它所反的是反政府 反主流 那如果主流是 艰森难懂的现代主义 反主流就是大众文化 所以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 大众文化逐渐当道的世纪 好 你们有要提问 或是有哪边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以下我再解释了吗 好 下礼拜之前 请把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读完再来 好 运到这边 下礼拜第七节 记得要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